乳糖不耐症 適合吃哪種優格 又乳糖不耐症的人 適合吃希臘優格 還是希臘式優格 希臘式優格 像我朋友有一個 就是有乳糖不耐症 然後他就很喜歡吃優格 對 然後他就選擇希臘式優格 這兩個差別在哪裡 說得好 你是不想互動的啊 沒有 那種在說 沒問題